好,这节课呢我们讲讲怎么用Elementor为WooCommerce电商网站创建产品分类页 首先看一下默认的产品分类页 因为每个主题它的默认的产品分类页还有点不一样 我现在用的是WooStefy主题 所以你看它的布局是左边是产品 右边有一列是默认的WooCommerce原生的侧边栏 挺难看的 所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产品分类页 把这个默认的产品分类页给它覆盖掉 好,我们还是要来到Template 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添加的这个模板类型叫做Products Archive Products Archive的意思就是产品归类页 那也就是产品集合页 起名字叫New Products 好,创建 跟创建产品详情页一样 会有很多模板让你选 那这里呢我们就不选了 我们就直接插掉 好 我们用这个元素叫Archive Products 你看到它和我们首页调用产品用的那个Products那个元素 也就是这个元素 它俩是有点不一样的 Archive Products呢它是有左上角有一个文本 会展示说你的店铺里面一共有多少个产品 然后右边呢会有一个sulting的选项 会让你根据产品的受欢迎程度 评分 上架的日期 价格的低到高 价格的高到低 来去排序产品 那Products 但是呢它比不上Products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的可定制的东西比较少 你包括它这一行几个产品都决定不了 就在这个Elemental里面是改不了的 你看 你要想去改 它这里面有提示 你要想去改Products archive的页面布局 你要去的Appearance的Customize 又是Customize老朋友了 那我们去Customize 进一步改它的样式之前呢 我们先发布这个产品分裂页的模板 去看一下 好 那要给所有的产品分裂页去使用它 Save and Close 我们来到这个默认的原来的这个Man 这个分类页我们刷新 你看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我们新的这个模板已经把原来的那个覆盖了 我们去Women看看 也覆盖了 因为我们是给所有的产品分类都用这个模板 对吧 好 我们现在要去Customize 把它一行展示的产品数量从三个改为四个 OK 来到Wookcommerce 找到Product Catalog 这个产品分类页这个选项在不同的主题里面叫法不一样 像Wooksify它这里就叫Catalog 那可能有的主题就叫Archive 可能还有的主题叫Product Category 但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点进来这里 Products Peer Road 可以改成四个 这边是四个了 好我们Publish 推出 看Man 对吧 Man是因为总共只有三个产品 所以这里没有展示 但是它的布局的样式已经是一行四个的了 这里也是一行四个 OK 这是创建了产品分类页的模板 我们刷新 因为我们在Customize 包括在后台里面改的东西 在产品边界面它不会实时变化的 我们需要刷新一下 OK 你看 它已经是变成了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创建这个产品分类页的模板呢 仅仅是因为就把那个测片栏去掉吗 不尽然 其实它的作用挺大的 首先第一个你可以对它的样式进行非常大的更改 大家在做Shopify的时候肯定也见过在产品分类页的左边 这里会有一个产品的filter 对吧 你可以根据产品的类别 根据产品的价格 根据产品的品牌 颜色 尺码等等去筛选产品 你勾选不同的东西 这边产品的数量会有变化 满足需求的 满足勾选需求的那些产品会出现在这里 没满足的就消失掉了 对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种设计呢 想必大家也见过 那就是在这个上面 每一个产品分类都会有各自的一个banner 对吧 那banner呢 首先有一个背景图片 然后呢 上面有一个 一个字段 那个字段就是当前这个类别的名称 对吧 我们先加这个名称 我们先加上 叫 先加个heading ok 那我们这里呢 heading 我们是 我们 如果我们单加一个heading 我们update 然后我们来到man这里看 好像叫add new heading 是吧 来到女士这边看 也是叫add new heading 它并没有变成这个对应的类别的名称 对吧 那如果我们改成man呢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文本 man就是一个固定的文本 如果你改成man 那来到man这里 是叫man没问题 那你来到women这里 它还是叫man 这肯定就不妥了 对吧 我们是希望来到不同的类别 就直接显示不同的类别名称 ok 那这里呢 又需要用到elementer一个核心的点了 叫动态数据 动态数据 这是在这节课第一次跟大家讲 它是在这个你输入文本的这个框的右上角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小按钮 叫dynamic tags 点它 那这个我们想要给它调用的东西 调用的数据叫什么呢 叫 archive 对吧 archive title archive title 你看archive products 我们先update 再来到对应的产品分类页看一下 你看这里叫man了 对吧 这里叫women了 但是它前面这个好像有点碍眼 对吧 再去加一个category和冒号 那么我们再来到这里 刚刚我们选了archive title 那么我们这里再点这个扳手 把这个include context给它移除掉 那这里就是留下了这个对应的类别的名称了 之所以这里展示在边界面展示products 是因为它默认的是你调用了所有的产品 你调用了所有的产品 那这里可不就应该叫products吗 对吧 但是一旦你来到了应用这个模板的各自对应的分类 那么这里就要变成分类名称了 也就是所谓的archive title 这里还没有变 可能有点缓 我们再点一下 好变过来了 这就是archive title 所以dynamic tags 听起来是动态 动态tags或者说动态数据 动态动态到哪了呢 就是动态把你后台对应的数据 给你调用到前端来 你点哪 点对应的哪个东西 就给你展示对应的这个东西的属性 好 那么我们再用一遍这个dynamic tags 但是这次我们不单单是文本变化了 我们想要给man和woman不同的这个banner section banner 想要给他调用不同的图片 对吧 我们先来到这个section背景这里 通常呢 我们是在这里就传个图片就完了 对吧 那我们这次也是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传了这个图片 好 再给这个section一个高度 min height 400 好 当然这个本身 它虽然是dynamic tags 但是它仍然可以调颜色的 我们dynamic tags是在content这个type里面调的 那么它的颜色仍然要来到style这里 给它调成白色 OK 好像有点看不清楚是吧 那么我们再给这个背景图片 我们刚刚给这个section传了个背景图 那么我们再给它加个background overlay 黑色 并且50%的透明度 好 这样更清楚一点了 好 我们保存这个模板 大家仍然记住这是在模板的边界面 好 现在来到man 你看 对吧 假设这是这个产品分类的这个分类图 我这里随便用了一张图片 分类图 然后呢对应的产品的分类名称 下面是这个产品分类的产品 对吧 慢这里 但是women呢 虽然它这个名称 我们刚刚已经用dynamic tags搞定了 它会显示women 会显示这个对应的产品分类的名称 但是它的背景图还是没有变回来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对背景图也需要用dynamic tags 当然在用的前提下 我刚刚已经讲了 dynamic tags 动态数据 它指的是你动态的把网站后台的这些数据给调用过来 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要干嘛呢 要去后台 先给这个man和women这个分类 先给它添加对应的分类图片 好 我们去后台 加完图片之后才能被调用到前端去 产品 category 对吧 两个 这个图片其实我已经传过了 点edit 就来到最下面这里upload 我们再传一遍 好选它 我们保存 好 女士这里 edit 点upload 随便选一张图 我这随便选给大家演示的 好 选完之后update ok 我们为了这两个类在后端已经把对应的它们类别的图片已经传过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用动态数据把后面传的那个每个类别的产品图片给它调用到前面了 ok我们仍然选择它选择背景图片这里啊对于图片来说dynamic text在右下角并且是hover才能出现选它 然后呢应该选哪一个选最后一个叫category image对吧因为我们刚刚传的就是category image 好我们再update 对于这些动态数据建议大家最好去到前端对应的类别产品自己去再检查一遍 在边界面啊你改了很多东西可能不能在这立马看到对应的效果 来到man 哎他是我们后台传的那个图片 我们看women 哎是不是也变成那个了 我们这里可能overlay这里处理的不太好 回头看一下 在overlay这里 哦 传错了啊 这个我把这个本身背景图片应该是background的背景图片传到overlay 背景图片了啊 那插掉 来到background 这图片删掉 背景图加一个category image ok我们update 好我们再分别刷新这个man和women看一下 好women变过来了对不对 man变过还是原来那个对不对 实际上我们是用了动态数据把后台他们category对应的类别图片给他调用过来了 当然了你即使跟即使这个是你用了category图片 你下面这四个项数据对于常规图片调整的这四项东西参数仍然可以调整的对不对 像这个明显他是重复了 啊横向重复我们可以给他改成no repeat看一下效果 在这里检查一下 好那no repeat no repeat他虽然不重复了但是你并没有说他是cover还怎么样默认是content目前是content了那我想让他cover 因为不cover的话这边空一大片对吧 当然了因为这个图片本身他很喜欢你强行让他盖一个这么长又这么低的一个banner 他肯定会展示成这样的这种情况 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好我们先复原吧还不如感觉还不如原来好看 当然一般情况是不会出现这种这种这种问题的因为我们会用设计同时直接做一个大小size跟他一样的跟这个banner一样大小的图片放进来就行了 我们先用这个好有没有发现 这样就很巧妙我们呢可以给这个成品分类页做各种各样的设计对吧 这是这个设计刚刚说的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可以方便我们各种设计加banner加title然后再加filter对吧在这边加filter 包括你看我们感觉这个他离这个banner有点近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下推腿 就给这个元素加一个padding或者加一个margin top都行啊 padding top也行让他往下走一点 对吧你可以任意的去调整你的产品分类页 对变成往下推了一个空 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SEO的作用 因为产品分类页对于电商网站来说很重要啊 因为通常排名的都是产品分类页而不是产品详情页本身 这个原因先不给大家细说 那么如果你对于电商网站来说你是产品分类页 主要做排名那你在这个页面下肯定是要有文本的啊 你如果没有文本你去做SEO排名非常难 因为搜索引擎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页面是干什么用的 对不对好那这个假如说你来到Women这个页面啊 你这里是想卖一些Women的Bags还有衣服 那你就要在这个页面下面进行说明 对不对 你要在这下面进行说明 我们放一个text文本 好那么产品分类页的这个SEO通常都是这样做的 放在这个分类页的最下面因为什么呢 因为文本们大家都不喜欢看啊 你如果放在上面啊 就布局上又有一点不太好看了 因为通常大家都是先放个banner 然后直接放产品啊 banner是给大家看见的很好看 然后下面直接大家去选购产品了 符合用户的用户体验用户习惯啊 所以文本是放在最下面 因为这个坦白来讲 它是给搜索引擎看的 是为了让他理解你这个页面是干什么用的 以便他日后给你更好的排名啊 他并不是给用户看的啊 所以要放在最下面啊 这是这个产品分类页 之所以要用定制的两种 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一个是设计我们可以完全的控制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任意的加文本 以便去做SEO 我不知道大家讲到这有没有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说这个banner也好 这个标题也好 它都是动态调用的对吧 那你每个类 你看它都会变成每个类对应的这个图片和标题 那下面这个文本呢 你如果用一个静态的文本 你看不管是哪个类别 它都是这一图文本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要去后台category那里 为每个category写上自己的description 然后再同样用dynamic text给它调用过来 就跟我们处理图片和title一样 OK我们来到后台 这个是women的category 好我们从category开始吧 好 man 这是man 好编辑category的这个页面 我们在这里传的图片对不对 那你看这里有一个description 我们在这里打一个标记吧 this is this is th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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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description 好 这是男士的类别描述 我们再回去 来到女士这里 改成women 保存 好 我们在后台给这两个类别的类别描述 已经写好了 我们再去到这里 我们当然也要刷新一下 然后再用dynamic text把写好的那个调用过来 选中这个文本 对于文本框来说dynamic text按钮是在这儿 右上角点它 然后选择archive 是吧 archive description 这里 好 我们update 再去前端 再类别 点man 好 这里就变了 this is man archive description 于是 this is women archive description 对吧 好 所以这节课我们 讲这个产品分类页 其实这里面 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elementor的功能 应该说是elementor pro的功能 就叫dynamic text 它可以让你在后端添加的那些数据都能动态的调用到前端来 这样可以一个模板解决掉很多事情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给一个产品 产品页 只要给一个产品分类页创建一个模板 那所有的产品分类页都可以调用自己的数据 自己的图片自己的title还有自己的描述 对吧 好大家可以把这个逻辑捋一下 对吧 对于产品详情页也是这样的 产品详情页 对吧 我们可以同样在后台只要能有对应的数据 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给它调用过来 各种不同的数据进来 属于这个产品自身 各所独有的数据给它调用过来